大家好,我是黄培,欢迎和我一起在矽谷关心热门话题 住在矽谷的朋友可能都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我们这里的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更灿烂 我们的空气比别的地方更清新 我们的天空也比别的地方更蔚蓝 但是最近不知道在外出的时候您有没有注意到 似乎我们的天空好像永远是有一点灰蒙蒙的 我们的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烟熏的味道 而阳光的周围都有一层薄薄的薄韵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附近有山林火灾所带来的影响 六七月间从北部Redding开始 到这个Mandosino的复合石大火 都是加州历史上排名前面的这个严重的火灾 最近在Yosemite国家公园也因此而关闭了 所以山林大火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真是不可不注意啊 那么当然住在当地的居民 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影响 自是不在话下 我们对于他们能够寄予不只是同情 也希望能够伸出援手 可是我们知道嘛 大部分的山林火灾呢 都是由于人为所造成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去露营 然后没有把火种熄灭 一不小心风一吹 这个火花就掉到了毅然的这个植物堆里面 而引起了火灾 或者是呢有些人随地乱丢烟地 没有把烟地熄灭 也会引发山林的火灾 所以可见呢 防范山林火灾是人人有责 不仅是住在当地的居民 这些外来的游客呢 我们更是应该要善尽一份 维护环境的一个责任呢 那么我们知道加州很多的朋友 很喜欢做户外的活动 不管是露营或者是hiking 如果您到了这个山林里面 却遇到了大火 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各位提醒 几件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 就是要保持冷静 如果您发现在您的前方 或者是周围呢 有这个山林火灾的一个迹象呢 千万不要慌张 要仔细地观察 现在的情势是如何的 然后呢 再采取相对应的行动 那么保持冷静以外 由于大家如果不管是在露营 或者hiking呢 身上可能都要带有水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保持你自己的这个呼吸道 的一个安全 所以如果你身上有水 然后有一些不管是毛巾 或者是头巾 或者甚至身上的衣服 把它沾湿了 先掩住你的口鼻 让你不会吸入过多的这个有毒的废气 或者是太过炙热 因为只有人保持清醒 你才能够进行你下一步的这个行动 第二个呢 就是观察一下火势跟风向 那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是要站在上风处 或者是第二个是逆风处 第三个呢 就是侧风处 那么如果发现火势已经逼近了 来不及逃跑了 那么尽量呢 我们要靠地 地面 第一个在地面呢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氧气是比较够的 那么第二个呢 让火能够从你的上面 能够过去 所以尽量找到低洼的地方 或者是有坑 就钻到坑里面 那么身上呢 尽量要覆盖衣物 或者是没有衣物 没有水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拿一些土 或者是泥巴 涂在你的背后 然后脸朝下 希望那个火 能够从你身上上方过去 把你身上的这个温度呢 降到最低 也会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比较容易存活 这是徒步的状况 那么如果都不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呢 发现火是越来越大 旁边有一辆车子 如果是废弃的 不管是你自己的 或者是废弃的车子 那么你在车子里面 能够存活的几率 当然会比你在外面要更大 尽量呢 钻到车子里面以后呢 要把这个窗户都关起来 避免浓烟跑进来 那么等到火过去了以后呢 再出来 如果你能发现在森林里面呢 发现shelter 那么就赶快到shelter里面去 因为在一个shelter里面 在一个房子里面呢 也比你自己在外面 这个暴露在野外当中呢 要有更大的一个存活的几率 而且尽量把这个窗户门都要关好 然后远离这个外面的墙 能够在最中间就在最中间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呢 都能够提高警觉 不要随意乱丢烟地 或者是不要随意乱丢火种 那么如果去露营 也千万要记得 一定要确实的把你的萤火熄灭 千万不要留在那边闷烧 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影响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热门话题 提供给您做参考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